海南自贸港首条周期 杨浦南太平洋澳大利亚航线 9月28日正式开通运营 填补了海南与菲律宾 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线空白 它是填补了我们菲律宾的航线空白 同时的话也填补了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航线空白 和这个澳大利亚的航线空白 对于整个这个海南这个外贸航线的发展 特别是我们如果本地有这个货物 要通过我们南泰这个直接进出口了 应该说对本地的企业的物流成本的改善 和这个物流时效的提升 将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 杨浦南太平洋澳大利亚航线 由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运营 现阶段投入两条1740箱位集装箱船 船舶班期密度两周一班 航线覆盖中国香港菲律宾宿物 巴布亚新几内亚来城和墨尔兹比港 澳大利亚汤茨维尔和达尔文等港口 该航线可与现有的内贸航线衔接 为中国与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椰子 原木牛肉矿产和生活快销品贸易 提供快捷高效的海上直航路径 据了解该航线的开通 不仅实现了海南洲际航线零的突破 还标志着阳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纽港建设 开始从近海迈入深海时代 这条航线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条这个洲际越洋航线 它的开通的话 对海南整个外贸航线的网络的话 起到了很大的补充 然后之前的话 我们的外贸航线主要的覆盖面 还是东南亚和南亚 然后基本上都在这个靖阳 然后这条航线的话 应该说是开启了海南这个整个外贸航线的一个新的时代 从这个靖阳走向这个深蓝 海南洋浦港于2018年底成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新支点 目前已完成与中国国内各大区域基本港的内贸航线铺设 外贸航线也从原来单一的香港、越南延伸至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孟加拉国 同时还打通洋浦至广州南沙、锦州、天津等多条内外贸同船运输入境 初步构建起以洋浦为中心连接国内沿海 辐射东盟各国的集装箱航线网络股价 誠箱航线网络股赛 感谢观看